如果我还是就上街 买鱼那个高启强 安心 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狂飙大结局 难怪高启强不敢动安心 张飙一语道破原因 太扎心 近日 电视剧狂飙迎来了大结局 高启强等一众黑恶势力的代表 都被绳之以法 京海市的保护伞终于被连根拔起 京海市也得以重见光明 京海市的光明离不开安心等人的功劳 但可惜的是理想 陆寒以及谭思严等人已经不幸遇难 许多观众不由的有一个疑问 为何赵立东和高启强不敢动安心呢 为何赵立东不敢动安心 赵立东是京海市的市长 赵立东不仅没有维护京海市的安全 还在京海市兴风作浪 在京海市 赵立东可谓是一手遮天 当初 由于谭思严和理想联手举报赵立东 赵立东得到消息后 立马就暗示高启强除掉他们两个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制造麻烦 一个是市局刑侦大队的理想 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严 我想你有没有办法 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你看过狂飙吗 你认为高启强为何不敢动安心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点赞并添加关注 让更多人看到 赵立东对于不听话 不合作 没有价值的人 只有一个自杀 谭思严不听威胁 不听劝 他杀了 理想不听话 和谭思严联合举报 他杀了 王立不听话 赵立东找人杀了 嫁祸高启强 高启强不听话 他让人揍了他一顿 还绑架了他的妹妹和儿子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赵立东把这句话应用到了极致 安心在赵立东面前高声说 徐江 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 牵扯其中的人 一个也跑不掉 请领导放心 安心在威胁赵立东了 我不会放过你 自从安心咬住黄翠翠暗不放松 是要捉住徐江及背后的内鬼 赵立东就对安心不识实物不满 运用公权力停了警察厅奖金 并对安心进行捧杀 可惜安心齐高一招 用捉内鬼掀出了草闯 要不是理想维护草闯名声 赵立东就先暴露了 赵立东对安心 可不安心 印象可谓非常差 还带着厌恶的感觉 这从后面利用权力 把安心调到交通警察部就知道 但打压归打压 赵立东始终对安心没动过杀心 因为安心背后有安长林 有孟德海 还有一些跟他很铁的兄弟 关键是安心很聪明 别看他又轴又直 他那鼻子跟狗似的 特别的灵活 赵立东还没有动呢 安心都能闻到位 赵立东是怕了安心了 于是他使劲打压安心 不能杀他 那就血藏 安心在刑警队立了大功 抓了不少犯罪分子 因为赵立东的打压 他先是被调去了交警队 接着又调到了宣传科 完全失去了一线的资格 让安心接触不到案子 同时砍断了他的兄弟 让他孤立无援 安心是体制中人 这就注定他会被体制束缚 赵立东能用督察行动 拿捏安心 不是他很强大 而是他手中的权力强大 而陆寒却就没这么幸运了 永久成了失踪人口 不予立案 安心不怕 他是怕的 所以他不结婚 不谈女朋友 还是被人杀了他的徒弟 身边的人不明不白地失踪 被搞怕了 所以这世上 除非沉沦 人性还是有软肋的 虽然在狂飙 剧中对于安心的父亲并没有提 不过我们从安长林和孟德海对安心的照顾中就可以看出来 安心的父亲最大可能也是一名警察 因为某个任务 或许就是安长林背后被人开枪暗算的那个任务 终牺牲了 作为牺牲的警察那就是烈士 我国一向对烈士的子女都是非常的关注和照顾 安心身为烈士后人当然在很多方面和普通人不一样 如果赵立东杀死了安心 那肯定不能杀死一个普通警察相比 带来的后果就是更大级别来调查此事 这样就会更容易让其暴露 安心的这个烈士家属身份也是保护他安全的重要保障 安心身边有着安长林 孟德海的靠山 更有着父亲烈士的身份 就连市长当时对于赵立东想要打压 安心都留有余地 给予了赵立东警告意味 可见安心的分量肯定不轻 如果贸然杀死了安心 的确可以扫除安心这个党道之人 但没有了安心 只会引来更大更可怕的党道之人 这是赵立东承受不了的 高启强为什么一直不动安心 安心后期一直在和高启强作对 可是高启强总是对他很有善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 安心对高启强有恩 可以说 没有安心 就没有高启强的今天 一开始 高启强只是一个卖鱼小贩 安心是京海市公安局一名刑警 叔叔是市局常务副局长安长林 局长孟局的女婿不二人选 高启强被唐小龙兄弟暴揍了一顿 事后 唐家兄弟报警 安心和李响出警 以高启强先动手打人 为由带回市局审问 在审讯室 高启强说他打架是因为被唐家兄弟 欺负在仙儿动手的 并且说他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他想先回家给弟弟妹妹做完年夜饭 再来接受处罚 安心非常同情 想让高启强先回家做年夜饭 但是理想已不符合警队规定 为由不同意 后来 高启盛和高启强带着自己做的年夜饭 来到市局门口询问 正好被安心碰见 于是就带兄妹二人到警局 就这样兄妹三人在警局 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除夕 在以后的日子里 高启强借着安心和安心的副局长叔叔拉虎皮 一步步的壮大起来 第二 忌惮安长林和孟德海 安长林和孟德海与安心的关系 高启强早就知道了 甚至还私下利用过 所以 他对安心一直是拉拢奉劝 只可惜安心从不为其所动 以高启强的智商情商 他会动安心吗 第三 妹妹高启来一直喜欢安心 而安心最大的保护神 其实并不是自己对高启强的小恩小惠 也不是孟安两家的绝对实力 而是那个温柔干恋 靓丽霸气并深爱了 他二十年的逆袭女神高启强 疼爱妹妹的高启强 怎么舍得伤害妹妹 他爱屋及乌 自然不会伤害安心了 只是啊 我们的世界往往就是这么充满缺陷和不合时宜 高启强的深爱并没有给他带来一段美好的婚姻 白发苍苍的安心和他终究是两条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 让人徒生哀叹 安心 理想和张彪最尊敬的师父 扎根一线的老行针 一时鬼迷心窍听信了时任政法委书记赵立东杀了徐江 提拔为副局长的许诺 最终被高启强的帮手老莫偷袭杀死 理想为了师父的荣誉隐瞒了曹闯的遗言 这让他和安心之间产生了六年的隔阂 而且这些年理想自己也经常生活在自责和郁闷之中 理想没有成家 接近赵立东愿意为腐败分子服务的根本原因是他清楚正面去钢 赵立东根本没有机会 他只有加入他们才能拿到更多证据 但是一旦加入赵立东团伙搜集证据 不仅个人生命会遇到极大危险 恐怕即使赵立东到了 理想也会受其牵连 毕竟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没有上级委派 纵然前路堪忧 理想还是在占有安心怀疑甚至鄙夷的目光中依然踏入黑幕 可惜他的牺牲和努力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 牺牲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想比安心更为勇敢也更加艰难 安心的奋斗在零处 理想的牺牲在暗处 他承受的压力比安心更大 牺牲也更大 可惜了 安心离开警队后 徒弟陆寒成为了代替他的人 陆寒家境贫穷 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却死在了黑社会的权益斗争中 他在失踪后 警队没有掀起任何的波浪 没有人去关心他到底是怎么失踪的 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张彪被抓的时候 一句话就点明了安心能活到现在的原因 理想 张彪和安心都是曹闯的徒弟 他们都没有背景 他们要想往上爬 不仅得靠本事 还得靠机遇 如没有合适机会 可能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所以他们之中有人选择铤而走险 没有经受住诱惑 曹闯为了能升副局长 甘心当了赵立东的走狗 辛辛苦苦几十年 复制一句 张彪当上刑警队长后 也没有能经得起诱惑 最终被唐小龙拉下水 唯一坚持可能就是理想了 他为了给师父报仇 采用了同归于尽的卧底方法 可惜最后被高启胜拉着一起同归于尽了 师兄弟三人加上师父 基本没有一个友好下场的 就安心还正常地活着 做着他认为对的事 狂彪的大结局 在片尾 黑与恶都得到了诚挚 那一句决定执行死刑判决 真是大快人心 等了二十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句 完美的结局 深刻地诠释了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的硬道理 最终 一夜白头的安心 放下了 释怀了 而死在敌人手中的理想 谭思言 陆寒 也终于可以瞑目了 我是你的老朋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喜欢安心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就请点个赞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